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仪器的一个安装 接下来是我们第一溶液瓶和我们污水瓶的一个拆卸和安装 首先我们拆卸我们这个溶液瓶的时候 握住这个向用力向后拉 就可完成我们的一个溶液瓶的一个拆卸 然后我们安装的时候 需要将我们溶液瓶这两个凹起来的位置 这边的话需要对着我们仪器的连接口 然后向里面轻轻推进即可 那我们污水瓶的一个安装和拆卸 是和低瓶溶液的一个方法都是相同的 接下来是我们手机的一个安装 首先是我们的一个冰封头 还有我们的一个离子喷枪笔 离子气泡笔 这三个手机的一个安装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相对应的连接线 及我们对应的一个插头 首先将我们插头有open字样的位置 对着我们这个连接孔 这边有个卡槽的位置 向内用力推进即可 那我们离子喷枪笔和我们的离子气套笔 与我们的冰封头的安装是同样的方法进行 下面是我们的高屏铲皮包 黄金色屏头 还有我们的超声波导入头 剩下头的一个安装 那我们这四个手机的一个安装方法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相对应的连接线 及我们对应的插口 我们可以将我们连接线上面的这个卡口 对着我们这个卡槽 左侧卡槽这一块 向内用力推进 然后拧紧我们的螺母即可 这下面剩余的三个头的安装 和我们剩下头的一个安装方法是相同的 接下来是我们配件的一个安装 然后首先我们需要安装我们的ABC溶液瓶 那我们的ABC溶液瓶里面呢 可以放入根据不同的一个需求 放入我们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护理液 然后首先将 首先需要将我们的溶液瓶 对走我们的这个卡槽 然后拧紧我们的溶液瓶就可以了 剩下的两个溶液瓶的安装和拆卸 都是和我们的这个A的溶液瓶的方法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我们操作屏幕的一个安装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操作屏幕上面 通讯的一个连接口 对着我们仪器 这上面有一个连接口 然后放入我们对应的一个卡槽 放入后需要将我们的电源线连接到我们的仪器上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